师傅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我和我先生的婚姻关系 该如何处理 你几几年了 我是1987年属兔 她呢 她是1984年属老鼠的 现在有问题了 不是小问题啊 是大问题啊 她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她这里出了问题了 她 是的 她现在对你非常不好 是的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很麻烦 你自己要做好思想准备 反正本来也是一个人 因为第一 你的命根当中也是两次婚姻 但是你因为修心 所以你现在很好 你就没有去惹那些沾花惹草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她呢 现在是沾花惹草了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你自己要坚强一点 有些时候 你反正 她不跟你提出离 你就不要跟她离 嗯 反正就这样 她因为 希望你好好念心经给她 念解节奏 我相信她 还会 对你 还会回心转意的 因为她知道你对她很好 只是 嗯 你这个人嘴巴呢 不饶人 对不起师父 我错了 你自己嘴巴不饶人 不把她当回事 你不要这东西 你把她当垃圾嘛 人家捡回去 就照样 就像个破电视机一样的 你不把她当回事 扔出去嘛 人家捡的就看了 听不懂啊 明白了 所以像这种事情 你自己 一个要痛定思痛 第二 自己好好念解节奏 礼佛 还有念心经给她 跟观众佛教说 如果还有善缘 希望她能够回来 你如果这样的话 我相信你三个月到六个月 应该她会回来的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她现在离开你 没离开你啊 我 我 我们现在没有在一块 已经没在一块 多少时间了 两个 两个多月 那还好了 一般 一般是 两年之后 是绝对不要再去争取了 没戏了 一般的 一般的缘分 如果两年分居了 就结束了 是我 是我 离开她了 我从家出来了 啊 你从家出来 你狠啊 你凶啊 你能干 再凶啊 再厉害啊 学佛的人 连这种忍辱心都没有 对不对啊 是 你为什么呢 你就等于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 啊 比方说 你一块蛋糕 你很喜欢吃的 这块蛋糕上面被苍蝇叮了一下 你就把 刚才 苍蝇叮的地方把它切掉嘛 就好了 整个蛋糕 你现在等于把这个 苍蝇的人 你把整个蛋糕扔掉了 听不懂啊 那懂了 师父 怎么这么蠢的啦 连这个都不懂啊 所以女人 女人一发现男人在外面有点花样的话 你不能拼命的骂他讲他 你不要脸的滚出去啊 他真的出去了 你就没了 对不对啊 你就是买回来一件衣服 发现有一个地方脱线了 你缝缝补补自己不就穿了吗 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不好了就把它扔掉呢 师父我错了 生精的 小孩子还这么小 你就让孩子你拎在你试试看 不一样的 这个 这个这个 葡萄帮我配好的 这话少一个都不行啦 除非你 没有孩子你就一个人倒也干净 你现在有了个孩子了 你一个人戳了个孩子 你算什么 你听得懂不啦 师父我现在 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啊 嗯 你调过一个你知道吗 我有两个 已经有两个啦 嗯 要过两个是不是啦 是啊 啊 你说你没孩子 我看到你有孩子的 哎 真的 师父我错了 不要这么倔啊 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 太倔的人最后自己吃苦头啊 嗯 明白了吗 不要把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啊 一件白衬衫里边人家染上一点不好的酱油脂了 你就说把这件衣服就扔掉啊 一洗洗干净再穿没就好了嘛 嗯 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 不得了啦 你现在女人没有拿出女人的样子出来的呀 你现在发现如果她没有女人的话 你赶紧回去 现在我看看她 你再不回去她就有了 因为她过去有过一个 你听得懂吗 嗯 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现在从她 那个女的还没 住到你们家去之前 你赶紧回去啊 赶紧回去是吧 好 你就说啦 你就说 你说我现在学佛了 我听台长的话 台长让我回去的 好 她把你赶出来 她也不会把你赶出来啊 这个这个 我看她这个图腾 她也不敢把你赶出来啊 是因为 是因为她打我 嗯 等等啊 嗯 嗯 她这个真的不大好 嗯 去告她 打你了 你的嘴巴厉害 她在打你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师傅我错 我错了 嗯 但是她动手是不对的 明白吧 明白 她叫她 找单位里去 不管 她把她这个事情要 要亮出来 打人绝对错误的 因为你就算现在回去了 你是忍辱了 她天天打你也不可以的 是啊 听得懂 听得懂吗 对 她 她没有单位 等于说她现在 这个事情真的有点麻烦了 如果这样的话 她动手的话 你就要特别当心了 嗯 因为她打你了 你再回去的话 以后她还会再打你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念姐姐做吧 一直念到她打电话给你 嗯 她有过打电话 但是我现在都不想接她的电话 不想 嗯 你跟她讲啊 不要不想啊 你就跟她说 你要是再动手的话 我坚决不回来 要叫她承认错误的 嗯 听不懂啊 听得懂 你说什么话都可以讲 你为什么动手啊 是 畜生啊 动手 有嘴巴干什么的啦 有嘴巴不能沟通的 是 老虎四字讲不清楚 就咬人哪 嗯 听不懂啊 听得懂是 还有个问题啊 你打了她了没有啊 她打你你还手了吗 还手了 好啦 你省油不啦 你告诉我啊 你也不省油啊 听不懂啊 听得懂是不错了 我看你们以后 都要配个枪在身上了 或者拿根警棍好了 她打你你 你就拿警棍电她好了 她不知道搞什么东西了 真的 好好念经啊 她念经不念经啊 她不念经 嗯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我 我帮她念经 你帮她念经 她肚子饿 你帮她念她会饱不的 我 我有帮她念 然后 她因为吃过很多 活的海鲜 然后我给她讲过 需要就是 念 念往生咒之类的 然后给她讲 一直给她讲 然后我家里边 之前设的有放胎 嗯 不要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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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吧 以后 以后很简单 你跟她发个短讯 我可以原谅你这次 但是 我是跟你讲 这是最后一次了 如果你再打我的话 你再动手的话 我坚决跟你 拜拜了 就这么讲了 好 明白吗 好 长期这么分的也不是回事 她给你 她打电话给你的话 是不是跟你道歉了啦 应该是 啊 好了 好吧 好好念经啊 不念经还会再动手的 你们两个有二元呢 我刚刚看的 这个老鼠整天在 在踢你啊 听不懂啊 我每天念四十九遍的 姐姐咒 太少了 像你现在已经事情 现在事情都发生了 你四十九遍够的 一百零八遍的 听不懂啊 一百零八遍 我知道了 不要没出息啊 做好良心准备 对不对啊 谈就好好的谈 对不对啊 再打人就拜拜 你就算你将辈子欠她的 你也不能给她打 你在你在重用她 再造新业 明白吗 明白 分开不一定离婚的了 对不对啊 对 先分居再说 没办法的 对 没办法 她打人总不对啊 对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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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这里有人的啊 因为我们这里 一打人她叫警察 好了她从此又不敢打老婆了 警察把她靠起来 我告诉你 你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动手 什么脾气啊 再大的脾气 把你们抓进去 关两天 你看看她出来 还不敢打老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傅 这不能永远的事情 打女人是不能永远 女人已经很苦了 但是像你这种自卫缓击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 以后你们家里就打仗好了 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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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啊旷啊 金啊旷啊 哈哈哈 对不起师傅 我错了 要懂道理的 真的真的 有些事情你不懂的 厄员来了要躲避啊 不能赢上钱去啊 对不对啊 很多女人傻傻 你打牙屁一下就打过来了 你不要去刺激她 不要去激怒她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好啦好好念姐姐奏 还给她念心经 跟她讲 你以后要是 我这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就没有机会了 嗯 好吧 好 师傅我需要给她念小房子吗 当然要念啦 二十七章 二十七章 嗯 嗯 明白吧 师傅 嗯 你帮我看一下 就是我打开的那个孩子 走了没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 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四十 四十九章 四十九章 对吗 好啊 谢谢师傅 这个打开的孩子 现在被 很多小鬼举着 哦 好像大家还觉得他是 英雄一样的 很多人把他举起来 这个 这个含义呢 应该是说 这个小鬼就是胜利了 他把你们家里搞成这样 他胜利了 他报复了 哦 我明白了师傅 好了 你自己念了这么慢 怪谁啊 好了 我会努力的师傅 嗯 白白了 师傅还需要放声吗 放声永远要放的 停不下来的 好吧 那我明白了 好 不要贱 不要犯贱 再怎么样也不要犯贱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师傅 明白了吗 就是跟他好了 也不要好再来一塌糊涂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再再再再再再再 要女人 要让人家尊敬 你要有自己的尊严 就不要先嘎嘎先嘎嘎 跑过去 哎呀抱住他了 又怎么样了 哎呦 你知道你这种动作以来 男人会看不起你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们也不要好过头 炒们也不要炒过头 听不懂啊 听得懂 谁 谁嫌这样的话 谁就没尊严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克制一点了 好了拜拜 好 谢谢师傅 嗯 再见